神喜悦的人生 应该过的生活 应该有的条件 应该走的途径 第一个 或者我请来的人告诉我 两个字就好了 哪两个字 相信 第二个也是两个字 盼望 第三个也两个字 相爱 相爱或者爱心 那昨天晚上 第四个也讲两个字 失礼 所以没有来的弟兄姊妹 我已经讲过 基督徒要得神的喜悦 你要信心 相信主的心 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增长 信心是可以成长的 然后盼望要非常的确实 知道你要去哪里 去干什么 知道你今生走完了 见主的面 主耶稣 给你要什么 你才会在今生 因这个永恒的盼望 要过一个配合的人生 第三个是讲到相爱 爱心 弟兄姊妹 真的爱主的话 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是神喜悦的一个途径 第四个 你在今生 要承担神托付的使命 这个使命 最基本 就是大使命 主耶稣 病失自驾 埋葬 复活升天 将来再来 救命已经完成 那主耶稣 让这使命 给基督徒 没有留给天使做 留给我们做 这是神看着我们 祭祷的荣幸 所以你一生 把主托付的使命 好好的成全 神喜悦 那今天最后一个早上 请好各位 大概你都已经看了 节目单了什么的 也告诉我两个字 哪两个字 我自己 我应该请 这个荧幕上 慢一点拿出来 不过这样也好 因为到底什么叫活祭 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 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什么 活祭 是圣洁的 是 下面一起说 神说喜悦 又打出来 如果你想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 想过一个神喜悦的人生 你必须要懂得 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 今天师歌 师班跟我们唱的 也是奉献有关 前面唱的奉献所有 都讲奉献 不过有的时候 很容易带来误解 一提到奉献 第一 当然想到钱财 其实 保罗在这里讲 将身体献上 这个奉献 当作活祭 不是讲钱财 如果误解成钱财 那有钱的人 就比较得神喜悦 他钱多吗 奉献的多 那没钱的人 只能奉献的少 好像神就不喜悦 所以这是错误的观念 罗马书十二章讲 奉献 不是指钱财 第二个误解 一讲奉献 是不是上帝 都要我去做牧师了 不做牧师 就做传道师 不做传道师 就做宣教师 好像我要开始 去预备 或者受神学院的训练 或者受什么特别训练 然后把我的工作放下来 奉献做传道 这又是误解 保罗说 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身体代表自己的一切 代表我们自己的思想 情感 意志 存在 才能 时间 我自己的一切 要把你自己献上 当做什么 请各位说 不是做传道 不是做牧师 不是做宣教师 做活祭 请记住 做牧师 做宣教师 是上帝特别的呼召 所以保罗说 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当上帝看见这一个人 这个基督徒 好好做活祭 做得他满意 然后上帝说 你把你工作放下来 你专心接受训练 然后专心做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可以做牧师 可以做宣教师 可以做传道师 这样子的人是蒙昭 神要每一个基督徒 都做活祭 要每一个人都做牧师 都做宣教师 专心传道 专心传道是神 特别的呼召和荣幸 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 是对牧师传道讲的 还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 请回答 所有基督徒 这包括你在内 今天来听到 不信听到这个道 因为你必须奉献 还是可以选择 规定奉献 必须还是规定 必须 因为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不以神的慈悲权力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什么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 讲理的 请问基督徒讲理不讲理 各位都是基督徒 你们讲不讲理 讲理的话 理所当然就应该把身体干什么 当作什么 活祭 凡没有奉献的人 请你记住 你是不讲理的基督徒 所以各位奉献了没有 不讲 奉献了没有 各位讲不讲理 奉献不奉献 奉献当作什么 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理所当然 那保罗给你讲一讲 两个基本的理由 他说 所以 既然有所以 前面有什么 因为 那因为是什么 这个解经家 神学家 大致都同意 因为 还不仅仅是十一节 十一节 因为 万有都等于他 依靠他 归给他 愿荣耀归于他 知道有没有 还不仅这一节 这个所以 全面因为 是包括了 整个罗马书 一到十一章 是全部里面的 重点和内容 这是主流的解经事情 奉献写信 一般都是跟两大段 第一大段讲教义 第二大段讲生活 第一大段讲理论 第二大段讲应用 那第一大段 从罗马书 一到十一章 讲什么教义 讲什么理论 那就是 上帝的福音领导人 上帝的福音 是保罗一直在传的 所以保罗写 罗马书 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全神的什么 福音 这是第一章第一节 然后就说 这福音 是神从前 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 所允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身说 是从大位的后一生 按圣赞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保罗就讲神的福音 那讲神的福音 然后从里面一步一步的讲 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 先讲罪人应信称义 事实上都是罪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什么 神的荣耀 这是前面三章一部分的总结 然后就讲 如今因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赎 神设立耶稣做外围继 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我们就可以白白称义 然后讲应信称义的 基本福音 接着讲不但应信称义 借着圣灵 助到我们心里 给我们新生命 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 今生成义之后 能够成义 能够成圣 过一个分别为圣 脱离罪的人生 这就是罗马书六到八章 继续讲的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作为 然后又再讲 上帝要让我们 在今生被神制造 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果样 买有神的荣耀 过去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什么 基督徒在圣灵运行工作之下 在神万事互相效力之下 在神旨意的运行之中 越来越效法神儿子的模样 那就是不但称义 还要让我们得荣耀 神的荣耀要归服充满在我们里面 那神要成就这么伟大的救恩 福音的计划 在历史上先拣选亚伯拉 先应许了福分给以色列人 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了耶稣基督 保罗为他们忧伤 为他们代求 然后知道神的奥秘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 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 借助以色列人 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然后完成了救恩 犹太人大半拒绝 福音转向外邦人 然后福音传遍普世 那圣经就描写这些过程 以后外邦人得救 会激发以色列人悔改 那一个奥秘 当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 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 那么讲出神在历史中 救恩渐渐渐渐实现的过程 那神的奥秘 神的高超 所以到最后一节 保罗就代表众圣徒 做一个赞美 因为万有本于神 万有归于神 依靠神 一切荣耀归于神 那接受下来 这个所以就是把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 归纳起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 这就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个 照你来说 当活祭献给神 理所当然 为什么理所当然 因为这一切都在神掌握运行之下 最根本来说 人本来是神创造的 本来属于神的 因为人离开神 世人就被罪苦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 就亏缺神的荣耀 人本来属于神的 当你明白神伟大的救恩 把自己交还给神 请问这是了不起 还是理所当然 请回答 理所当然 本来属于神的嘛 因为人离开神 所以带来许多许多罪恶 苦难 许多羞辱 那现在人心目明白了 上帝救恩这么伟大 上帝救恩 他同管万有的权利 所以依靠他的 归于他的一切事情 现在上帝完成救恩了 我们把自己归还给神 理所当然 没有合法的 比方说 我为了怕时间过了 不要拿下来 放在这里 结果等一下讲完大 我走就忘了 摆在桌上 被这个羊羊在哪里 羊羊不见了 羊羊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在台上 对不起 我以为在下来 羊羊把我拿去了 捡去了 后来我发现了 我跑过来说 羊羊 这是我的表 还给我 他说 我捡到就是我的不还了 请问他讲不讲理啊 不讲 理所当然还是不讲理 不讲 那还给我是叫什么 理所当然 就这么简单嘛 我们这些人都是属于神的 外有都是什么 本于他 本于他嘛 人 外有包括人 是神创造的 本于神 而且活着是依靠神 今天如果有目的朋友 我点醒一下 你活着是依靠神 你知不知道 人生三大宝 日光通气水 考你们一下 日光通气水重要 还是鑽石黄金白云重要 白云重要 日光空气水 但是你们要哪一样 鑽石比较重要 鑽石比较重要 你知道吗 鑽石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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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呼吸 各位知不知道 你健康的人 一天呼吸差不多两万次 两万次 你不信了 你去算 一分钟大概十二到十五次 一个人 你差不多多一天 一分钟十二到十五 你给他乘六十 再乘二十四 接近两万次了 千万你呼吸一次 上帝说不好不要 一毛都不收啊 要收费你就完了 你一天 就呼吸一次 一块钱就活不了了 你能活多久啊 不要钱 请问水要不要钱 要钱 要钱是自来水公司 是你的钱 上帝不要钱啊 天降雨下来才有水 老子干旱没水 上帝下雨都免费的 现在是因为自来水公司 给你过滤 给你消毒 给你用管子送到你家门口 门口一打就来了 那是因为 人家给你服务的关系 上帝都免费的 所以万有都是等于他 还有什么 你靠着 那要感谢神 将来万有归于回到神 所一切的神掌握中 那你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 你把表还给人家 叫做理所 如果今天还没有奉献的弟兄姊妹 你还在不合理中啊 你是个不讲理的人 对不起啊 我讲是真的 这是这样子啊 愿神帮助你都做得理所当然 合理的人 这是讲理 那讲理我们讲不过上帝啊 那上帝还跟你讲情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 所以我以神的什么劝你呢 自卑 那光讲理那就别讲了 我没理啊 但是上帝不喜欢一种好像 机械式的 你不得不如此 如果如此 上帝当时就不给亚当笑啊 那么完全的自由一致 上帝就不必让亚当笑话说 你吃这个 你吃那个会怎样 现在人工智慧越来越聪明了 将来真的会造出机器人 跟你搞得跟人都一样 他可以帮你做早点 你早上 我要吃豆浆 烧饼 油条 会不会就有了 按灯扭就有了嘛 真的啊 我要吃牛奶 面包 夹这个什么火腿 按另外一个牛 他就给你弄出来了 上帝如果造机器人 那我们就都是听上帝的了 他要什么你就造什么 上帝伟大的地方就是 造一个给你自由意志 你可以自己选择 听不听上帝 那就你需要真情 内心情感 经过理性的分析 应该如此 所以上帝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全力 这慈悲是什么 慈悲是上帝 才他儿子耶稣 我们犯了罪 亏缺神的荣耀 照理说 要接受神公正公义的审判 我们要承担我们自己 罪的责任 但是我们承担不起 在上帝公义公正审判之下 我们会受到罪的刑罚 然而上帝爱我们 上帝差他人生子耶稣 到陈肉身 神到地上做人 耶稣到地上来 宣讲神的真理 记载在圣经 耶稣到地上来 医病感鬼行异能 让许多苦难的人得医治 但是最重要的是 医治我们的灵魂 拯救我们的灵魂 因为身体病医治好了 还会再病 甚至死了 复活了还会再死 而灵魂需要永恒的救恩 灵魂永恒的救恩 是因为我们罪的污点必须除去 必须解决罪的审判 所以主耶稣 伟大的爱 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受极大的痛苦 十字架是三根铁钉 或者四根铁钉 一个手一根 有的是两个脚钉起来 一根透过去 有的是在两边 一边钉一根 无论如何 十字架的痛苦 除了冰痕伤口 更是整个人的重量 挂在三根四根铁钉上面 身体的形状让呼吸很困难 这个很难呼吸每一次 所以每一次想呼吸 他都要用他的脚 蹲一下那个撇钉 那所以有的人就干脆 在脚下面弄过小木头 每一次呼吸 蹲一下才能呼吸通畅 就让伤口又痛一次 刚才我们说过 一个健康的人 一天大概呼吸两万次 所以十字架的痛苦 主要被我们承担 受尽痛苦 为什么 为了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代替 能够得到洁净 他流了保血 洗清我们一切罪过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 神的福音感动 我们悔改 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 你的罪就完全赦免了 你本来要受的审判 耶稣替我们受的 这是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勤奋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确定 慈悲包括了怜悯 包括了恩爱 包括了恩典 包括了神差儿子 耶稣救赎人的奇妙的福音 各位亲爱弟兄弟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合理的要交谈给奉献 在神慈悲情感的感动下 我们要欢欢喜喜 甘心乐意 把自己全然写给主 好 那现在我就要讲 比较跟活迹有关的意义 那到底我们应该奉献 奉献做活迹 活迹是什么呢 做活迹 既然又不是做牧师 又不是做传道 又不是做宣教师 那到底活迹做什么 我们晓得 新约是活迹 旧约原则没有活迹 所有祭物牛羊 搬救鸽子要献祭 一定要先干什么 上死 所以旧位的祭物都是什么祭 死祭 你必须献死祭 不然这个牛 你要把它活的抓过来 放在祭坛上 你试着看 那牛不把你祭坛提搬才怪 所以这个牛羊 搬救鸽子都是杀死了 然后献为祭 旧约路是死祭 主耶稣来了之后 祂为我们献了祭 死在十字架 从此神希望我们献的不再是死祭 那请大家再说一遍 要我们是献的什么祭 活祭 你自己当活祭 要活的 所以我就先考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活祭是活的死的 请你们回答 活的 活的 祭物一定是死的嘛 旧的祭物都是死的 那活祭是活的死的 死的 你们答的还是不安全 我已经跟你们一再讲了 祭物是活的死的 活祭是活的死的 活的死的 应该答成活祭 就是活的死的 我的答案在问题里面 如果你要做活祭 你要做一个活的死的祭物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你要向你自己死 向神活着 你要向世界死 你是向神活着 你是真的靠神活着 向神活着 然后为神活着 为主而活 所以今天跟各位讲世界 什么叫活祭 活祭 要向自己干什么 死 死 活祭要向世界干什么 死 所以保罗说 不要效法这个什么 世界 世界 等一下我要解释 什么意思 第三个 只要心意更新 而什么 变化 谁能让你更新 谁能让你变化 自己能不能 不能 不能 靠谁 神 靠神 向作神 然后活祭祭物 他的存在目的 是为主自己 还是为主啊 就是为主而活 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四件事情 因为各位刚刚都说了嘛 愿意做奖礼的人 愿意做理所当然 愿意献上做活祭的人 那活祭是什么 活祭 四个 活祭是活的死的 第一个 再说一遍 向什么死 第二个 死 第三 向什么活 向神活 必死 为什么活 是为主 第一个 向自己死 什么意思 就是向自己 思想 情感 意志 计划 如果 跟神的思想 情感 意志 计划 冲突的时候 你要向你自己死 不冲突不要紧 神就有很多自由嘛 比方说明天早上 你要吃 烧饼 油糖 豆浆 还是 吐司 牛奶 你要吃哪一样 谁管你啊 你可以吃什么 上面看你选择嘛 这个有自由啊 这个不有冲突啊 有的人喜欢什么 也喜欢那个 你到教会来 你要走路来 要开车来 那谁管你 你来就好了 对不对啊 不要迟到 我看你们教会没有迟到的 这是感谢赞美主 很多很多地方教会 好多迟到的 不迟到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嘛 爱迟到也是你的选择 上帝给我们很多自由啊 那 请问 如果你爱迟到 上帝喜欢不喜欢我们迟到 不喜欢 你们这里没有吧 只有感觉 不喜欢 所以 自己老喜欢迟到 上帝不喜欢我们迟到 那下礼拜要迟到也是不迟到 不迟到 那就是想自己什么 死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说过 救命没有佛计 可是有一个很像佛计 差一点都被杀死了 刀都拿起来了 结果没杀 没死成 是谁啊 以撒 这个以撒 本来他的爸爸 亚伯拉罕 要把以撒带去献祭了 献祭当中要杀死了 刀都拿起来了 结果上帝不让他杀了 去旁边的羊羔带去 这个故事各位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吧 当神指示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带着儿子 还有仆人 大概原先这个仆人是背着财户 后来要爬山去摩利亚山 就是圣殿山 圣殿山在耶路撒冷上面 海拔八百多公尺 他们住在别寺巴 别寺巴是靠海边的 差不多在地平面 海平面 所以要爬八百公尺 才能到摩利亚山 在耶路撒冷上面 开始是仆人背财火 后来仆人不再跟他们一同行 请问有谁背财火 伊萨背财火 所以我就猜一猜 能够背财火爬到八百公尺 以撒大概十五岁左右 圣灵没讲 说是个童子 以色列人没结婚之前都叫童子 所以可能要背财火爬山 要十五岁 如果以撒十五岁考你们了 亚伯拉罕几岁了 一百一十五岁 一百一十五 带着十五岁的儿子 晚年生的儿子 一起爬山 很有趣的圣经记载 伊萨就问亚伯拉罕 爸爸 柴火在这里 献祭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就不晓得怎么打 他不能打说就是你啦 然后亚伯拉罕就打 上帝要预备了 别问那么多 你好好看财火就是 这话是我加进去的 他就好好被财火了 他也不问了 但是到了摩尼亚山 到了山顶 大师父那一块 财火摆好了 他必须要问了 爸爸现在要献祭了 摆火在这里都摆好了 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不得不打了 上帝告诉我 把你献回安祭了 然后他就被亚伯拉罕绳子捆绑起来 然后放在柴火上面 拿刀要杀 我就问各位这是假设 我今天不是滥想 当亚伯拉罕告诉以撒 十五岁的小男孩 你就是那个羊羔 万一以撒 把腿就跑了 亚伯拉罕追不追得到 请你们回答 一百一十五 怎么去追个十五岁的小男 不要说一百一十五 你连六十五岁 就追不上十五岁了 我们这些罪人 大概是八十八岁的老姐妹 你叫八十八岁去追个十八岁的小男生 我想追不上 不要说我们的老伯母追不上 我们都追不上 十八岁呢 他跑一百米都跑十秒钟了 那我们哪里可以办法追啊 没办法 请问以撒跑了呢 他就让他爸爸绑起来 然后就放在石头上 放在柴火上 然后刀都拿起来 他也不好 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 可以放一边 爸爸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计划 要实行 什么叫活迹 当跟神的思想情感意志计划 有冲突的时候 你要像你自己的死 这叫做活迹 常常我们是不愿意的 主耶稣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客信满园 祷告 他知道马上有人逮捕他了 他马上知道明天上十字架了 他说我父啊 倘若可信 求你把这杯拿去 主耶稣求父神 能不能不上十字架 胜负的回答 还没答呢 主耶稣就把心态表明了 主耶稣说 但不要造我的什么 义思 只要造你的什么 义思 这叫做想自己什么 死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人生不服上太多这种机会 不要造我的义思 只要造你的义思 这叫做活迹 这叫做想自己死 这叫做活的死的 你虽然活着 你是造神的义思 你不造自己的义思 这也就是舍己被死之家 跟随主 主耶稣跟门徒们讲这一句话的前面 发生什么事 耶稣转身告诉门徒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上面发生什么事 上面发生的事 各位大概记得 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们 说我要上耶路撒冷 我要受文士祭司掌许多的骨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这才完成做基督做米赛亚的事工 第一个站起来反对耶稣的情况是谁 那彼得 彼得的想法不一样 彼得的情感思想意志 跟耶稣不一样 所以彼得说 主啊 万什么 不可如此 他说主耶稣你一定错了 你怎么想这个话呢 这事力不临到你身上 你看彼得他的思想跟耶稣不一样 那我再顺便考你们 彼得讲这个话 他爱不爱耶稣啊 他情感 可是情感的方向 跟耶稣的想法又不一样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他的意志决定 主啊你千万不能去啊 不能去 不要上耶路撒 不要受苦 没想到啊 耶稣转身是称赞之责备 哇这个责备很厉害 什么推我后面去吧 撒旦 被魔鬼的意思 被魔鬼的思想 让耶稣不要上十字架 耶稣上十字架 才打败魔鬼的权势 才拯救人 脱离魔鬼用罪的权势 才拯救人 魔鬼用死的权势 权势 耶稣为罪而死 耶稣复活 让被魔鬼死权打开 所以耶稣必须上十字架 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思想情感 跟你的冲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舍己 背起自己的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死的意思 就是死 十字架 就是向自己死 向神头 那一种人生 就是主耶稣要我们过的人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做活计 做活计 你好好常常 当灵修宝道的时候 主啊 我这样做是合你的意思吗 我这样想 我这样子的一种行动 是造你的意思吗 如果合乎你的意思 放肩去做 如果违背主的意思 就要舍己 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 那就是活计的意义 你活的还有什么 死的 活计是活的什么 死的 你向自己要死 你不肯向自己死 你就活在不合理的状况中 你就不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也可以翻成属灵的敬拜 那是在一种 属灵的敬拜情况中 因为祭司们 天天是献祭 献祭是敬拜 而敬拜造神的意思 属灵的敬拜 所以有些翻译本 是翻成属灵的敬拜 那不管怎么翻 这就是应该如此 所以第一点就是讲翻译 活计是向自己死 使顺神的旨意思想其他 第二 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什么意思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以后当然慢慢在教会中继续的 把意思讲清楚 到约翰的晚年 他学约翰一书 他也讲世界 他说不要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爱什么的心不在他里面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那世界是什么 他说了像野木的情 肉体的情 精神的教法 这都是世界 那从保罗开始就讲世界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那这里讲的世界 是指着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 是跟神的价值观有冲突的 没有冲突的 又不在这个世界 这个意义的这个里面 这一段里面 比方说上帝创造美好的世界 物质世界 这物质就真的很漂亮 所以各位有空的时候 可以到一些地方去旅行 去看看 我前两天跟各位讲过 美国好多地方我都去过 当然一面被情绪讲道 讲完道都带我去到处转一转 除了北浙西之外 因为我下午就回去了 不过 New Jersey 我住了17年 你们也不要带我 那里都去过 那有时候我到这个 像Rochester 紐约上州 或者到马普罗讲道 你们讲完道一定带我去哪里 南阿波罗 南阿波罗 对了 又是我最喜欢的 常常去看看上帝创造大自然美景 现在考你们 算不算爱世界 不算 算不算 不算 我到Orizona讲道 他们一定带我去哪里转一转 Brain Canyon 哇 也是不伟大 请问算不算爱世界 不算 又不算 又不算了 那就什么都不算了 那个不算 那个世界上的创造 看到这么伟大 更产生进入一种赞免 还有智慧的上帝 光创造一个地球 这么多不同的情景 太感恩了 这一个你可以去啊 最好主日崇拜完才去 正好主日崇拜都不去了 如果你到了Orizona 到了这个大小谷 正好碰到礼拜天 请问礼拜天 你竟然去找什么 找会 对了 先去参加教会 有人说这个Florida的教会最特殊 因为游客很多 所以他们的教会整个聚会 原则不超过三十分钟 很短啊 那牧师讲道只要十五分钟 在Florida那个名胜游览区 做牧师最方便 不像我都讲的太长了 准备很多啊 每天就是十五分钟 短短讲道 然后唱唱诗 做个祷告 散会了三十分钟 因为去的人都是观光客 人家要花时间去玩的 现在加拿地去啦 就是说呢 你真的一切造成自己 有些世界你错误的理解 但世界是指着价值观 为什么 因为你去读加拿大书 保罗说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哪里 十字架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哪里 十字架 世界死了 对我死了 我对他也死了 定在十字架 但是上下文讲什么呢 如果你读就知道了 那是讲犹太人 错误的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 跟神的冲突 那才是叫世界 那上下文讲什么 犹太人靠守安心 靠守绿马礼仪 靠守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 靠守不守割离 靠犹太这么多的一些律法的规条 要称义 所以马上保罗说 受割离不受割离 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世界定了十字架 世界的价值观 跟神的价值观 冲突的时候 世界价值观 必须要摆边 必须要死 不造世界价值观 这叫做像世界史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价值观 冲击之下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在做年轻浓书的学生 好像不太多 世界上的人为了要多得该有的分数 他只能考八十分 他要九十分 那怎么办 那只好做什么 做弊 他们就无所谓 老师也抓不到 这是错误的价值观 这种错误价值观 给你长大做生意 做生意就用不当的手段 来赚取不该有的钱 一旦做官 做官一有机会 就变成什么官了 这就是人的毛病 事实上的价值观 可以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不择手段 但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那种价值观一定要摆在一边 今天世界各地 美国也是一样 有很多对于婚前性行为无所谓 很多大学校长大学教授都无所谓 学校里面大学生就乱七八糟 基督徒绝对要小心 在神面前婚前性行为 如果随便你婚后婚外情就会无所谓 有人说美国近几十年来 离婚率有点下降 好像很高兴 其实不要高兴 为什么离婚率好像有点下降 因为现在未婚同居越来越多 五十年前全美国只有差不多四十万对未婚同居 现在超过五百万对 因为结婚很麻烦 有法律约束 想离婚的时候还要找律师 找律师还要花钱 然后财产又搞不清楚 干脆不结婚 不结婚就住在一起了 然后自己处理解决 怎么要走就分开了 这很危险的很可怕 现在不要说美国 现在在纽约 很多中国年轻的学生 未婚就住在一起了 我在欧洲领会 欧洲颜色很普遍 问他们为什么 那这样要省钱 把神的价值观就摆一边了 所以凡事要帮他们受洗的 一定延远要求 未婚同居一定要分开 分开逃几个月之后 悔改 然后才能做婚前辅导 然后即使将来结婚再住一起 一定要先分开三四个月以上 才跟他们有任何的婚姻辅导关系 因为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这在神面前是很严重的计划 不能随随便便 那我们有时间再讲很多例子 现在我要讲第三点 不但像世界史 圣经说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什么 变化 在希腊文里面 非常明显 变化这一个动词是被动的 各位去读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了 我们是be transformed的 绝对是被动的 那心意更新 那个动词有可能翻成被动 有可能翻成主动的 你可以翻成be conform的 或者是conform的 这两个我现在没有先多讲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被变化 你自己不能变子 那变化心意更新才能产生被变化 心意更新是谁的工作 你从罗马书一直读下来 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你心意更新是圣灵在你里面 来更新你的思想 更新你的意念 更新你的计划 当我们人生被圣灵更新 你才会被变化 因为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 是思想接续第八章而来 九十十一讲论神在历史上 救恩历史的发展在以色列宁中间 而第八章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定罪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然后讲体贴圣灵 讲顺从圣灵 然后讲圣灵制使我们身体的恶行 然后讲圣灵为我们代表 然后讲圣灵引导我们 讲圣灵帮助我们软弱 都讲圣灵的工作 圣灵把基督的爱交跟在里面 圣灵让我们更新变化 越被圣灵更新变化 你就越能像主的模样 超越过人间各种的瑕疵败坏 因为圣灵会把果子结出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 继续念和平 仁耐 仁慈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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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重来 我这个很会背的 我故意不背的 一起来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 和平 仁耐 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 当圣灵在里面更新你 变化你 你这个人越来越像神的模样 但记住 你要体贴圣灵 你要顺从圣灵 千万不要一直消灭圣灵的什么 感动 你消灭圣灵感动 圣灵还不离开你 祂在你里面 但是基督徒知道圣灵就开始担忧了 那你没有平安 所以保罗又强调 不要让神的圣灵干什么 担忧 真的你消灭圣灵感动 不听神的感动 圣灵没有离开你 这是新约上面的恩典 圣灵在里面 让你不能平安 让你失去喜乐 失去跟神美好的交往 所以请各位记住 不要消灭圣灵的担忧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要体贴随从圣灵 你必然经验 心意被更新 你整个人被变化 你就会越来越有神的路面 最后讲的一样 就结束了 所以保罗讲了这么多之后 那活迹干什么 活迹就是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主而活 任何祭物摆在祭坛上 它都是为了神的旨意 神的救赎 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无论你做什么 请记住 你做所谓的工程师 工程师这些很多 不管做IT的 做药的做什么 工程师 你做工程师 为你自己做 还是为主而做 请回答 为主而做 你做 你做 会计师 你做 教师 你做 律师 你做 医师 你做 还有什么师 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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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他有什么师 宣教师 请记住 你不管做什么师 都是为主而做 把最好的成果献给主 来容赏你人 除非有一天 你做工程师 做医师 做律师 做教师做得非常好 上一一看 哇 这个人真是很忠心 又亮晒 祂的恩赐财干时间 天天只做那些事不够 希望祂的财干恩赐时间 能够通通归给上帝做教会上帝的事工 然后上帝用各种机会方法呼召祂 今天没有时间讲上帝的呼召 这是另外一个专题 上帝呼召感动 然后祂才把现在手边的工作放下来 专心从事上帝的工作 那个变成什么诗了 牧师 或者什么诗 宣教诗 或者什么诗 传道诗 记住啊 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岗位 胡作非为乱七八糟 上帝敢不敢呼召你去做牧师啊 敢不敢啊 这是我们代理上帝啊 对不起啊 我相信上帝不敢 把一个这样乱七八糟 胡作非为 通工减料 这样的人找来做牧师 那教会有钱多还是没钱多啊 那就完了嘛 所以上帝要找的都是那一些 忠心良善静心 在祂岗位上好好工作的人 所以再说 除非上帝呼召你放下你的职业 专心来为上帝宣道 传道 牧羊 你就好好做你的工作 让你在岗位上面容神一人 其实圣经很多这样的人 我考各位了 请问约瑟的职业是什么 宰相 你等一下知道 答对了啊 台上以后不许答 我问你们下人都不知道 这在问各位 代理你工作是什么 职业 总长 总长懂不懂 参谋总长 很大的了不起 而且是三个总长 你最高的总长 那也类似宰相 那再考你们 尼西米职业是什么 九政 答对了 九政 师母不许答 他是管理皇帝这个九的 九政 所以请记住 上帝不一定要每一个都做传道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 起码保罗做什么 他奉召传徒 做使徒 但是本来他不是 本来做什么的 做拉比的 他是拉比学校里高材生理的 他是做犹太人拉比 做法利善人中间老师 不管你做什么 请你好好做 请问保罗做拉比 有没有尽心 有没有尽心竭力做 尽心的过头了 太热心了 他说就热心说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逼迫教会 因为教会 反对犹太人拉比的思想 接受耶稣使基督 而当时犹太拉比 认为耶稣不是基督 所以在你今天岗位上好好做 好好做 你才有机会上帝开货 很好 行了 通过测验 你放下你的工作 来专心做神的工作 这叫做蒙照 当然这里过程很多 我今天不讲了 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 是真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德国南边 慕尼黑一带 中世纪叫做巴伐利亚王国 小王国 这个王国 在他们传说里 有一个最好的国王 叫做奔利 King Henry 最好的国王 那这个国王他们都是世袭的 爸爸是国王 儿子做国王 祖父是爸爸是 真祖父是祖父就是 一代一代传下来 传到King Henry做国王 做来做去 哎呀 他发现国王不简单 国王不简单 他要管老百姓的福祉 那个时候农业多 这个农业怎么发展 耕种技术怎么提升 产销怎么去进行 不容易 然后百姓要有教育 然后国家要有治安 然后国家要跟外国去联系 外交 所以外交内政 太多事 他搞到来不想做了 各位没有机会做国王想不想做啊 他都想做啊 做国王 他不要做了 那想做什么 他想到山里面修道院 做修道士 想做修道士 结果就真的跑到山里面去找院长 这下可怕 修道院的院长下一档 哇 国王要往这边来做修道士 那千方百计 让他不要来 先吓唬他 说国王陛下 修道士不好做的 我们每天天内没亮 四五点就爬起来 就要如今祷告唱诗敬拜 一天有七次 一般修道一天七次 然后完了干什么 你回到房间整理内部 没有人帮你折备 折完备打扫 打扫完你的屋子 打扫公共的地方 公共的厕所都要去扫 扫完了 修道院大半都有 要做一些农业生产 都有大的地 种东西 大半种葡萄也有 种了葡萄收了 还要去制酒 然后有的做手工 要编制手工 他们这些手工编出来赚钱 赚钱是归于修道院 去做公益 整救急困难 那他们每天很辛苦 然后下午还要去拜访 拜访农村里面 贫困的人 或者是病痛的人 然后带一些钱去安慰他们 不住救急困难 然后各地去这样做之后 回来聚会 聚会了还要做家务 修道院里面的愿务 他说国王陛下 你做不来吧 做不来 没想到国王说 哎哟 这些生活太有趣了 我真想做明天就来 这下修道院院长 他也很聪明 给他最后一个杀手箭 他说你一定要来 OK 你是国王 全国百姓聘你的 我是修道院院长 全修道院里面的修士都要聘我的 你能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白 明天开始 绝对服从院长的秘密 他当众说绝对绝对 我一定是遵照院规 遵守院长的秘密 第二天来了 进来之后 然后就召集全体 有一个宣告开会 开会的时候 院长就站起来 然后就给说 今天新的修道士 我们欢迎他 大家都知道是谁 不讲明明 现在我给他一个新的命令 我命令他 马上回到王宫好好做国王 搞半天要我回去 但我昨天已经安重说了 要听命令了 院长说 有一个不一样 你过去为你自己做国王 现在开始 为主耶稣万王之王做国王 你无论做啥 你是愿主耶稣的旨意成全 愿主耶稣的名德荣耀 把最好的成果献给主 国王之王 国王之王回去了 然后就好好照院长的指示 他现在开始 无论做什么 为主耶稣万王做 巴巴利亚的传说 他从此没有离开王宫的万位 他没有再回到修道院 而成为巴巴利亚历史上最好的国王 如果你做工程师 你为主而做 你做医师为主而做 你做律师 你做教师 你做什么师为主而做 能够把最好的成果献给主 如果主没有特别呼召你 放下你的工作 做牧师 做宣教师 做传道师 你就好好做 神要你做的 直到神的旨意显明 当你一生都是这样为主而做 最好的成果献给神 你就是一位将身体献上 当作什么的人 默契 这是圣洁的 是神所什么 喜悦的 不过记住 如此事奉乃是什么 你所当然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慈悲 这些太伟大了 并且你 旨意计划 决定 真是极其尊容 万有多本意 依靠你 归于你 真愿荣耀归于主 我们 我们 在你恩典慈悲之中 甘心乐意 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 相信 必蒙主的愿难 相信 你会分别我们为圣 相信 你会让我们 天天更新 让我们 让我们 越来越有主的容美 让我们 凡事为主 把人生美好成果 陷在你的面前 求你赐福你的教会 赐福众生主 让北泽西华人教会 在这一个区域 大大发光 容神以人 恭敬地祈祷 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贝 慈禾 拜托 好 感谢各位 黄博师 讲到的信息 到这里 已经结束了 我们非常地 依依不舍 想大家的这样的心情 那我们一起 以这首福啊 我在这里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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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基督耶稣为我们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让我们在基督里所新造的人 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是理所当然的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里 愿你加添我们的信心 兼顾你的众教会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意地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请坐 今天有误读报告呢 第一项就是误读报告 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误读报告 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来的长辈 孙子的妈妈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来来欢迎 感谢主席 我们也去误读 也希望有时间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参加 下一个主日就是6月23日 教会将举行今年的第三场福音布道会 再一次请到来自洛杜教会的黄小师长老 讲题是苦难的寻思 也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 我们也一起一同为此祷告 同样的就是在步道会开始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守望祷告 在那个小房间里 其他还有开工区有什么补充吗 我们在这里 我们